天天话题财经专栏有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特许财务规划师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 非常欢迎您 爱您 您好 黄女士 其实我们今天又谈到了一个之前 我们谈过很多次的这样一个题目 但是确实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个话题 您觉得近几年来我们知道说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新移民选择 把自己的家落户在美国 您觉得现在来看的话 对于很多这些新移民进入到美国之后 对美国整体的经济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美国应该说是一个移民国 而且美国的心胸也是比较开阔的 就是美国的这个立国之本就是接了新移民 当然我们最近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特朗普先生 这个总统先生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就是反对非法移民 其实他反对的并不是说对好的优秀的或者是说受过很好教育的 而且是征集守法的这样一些人移民到美国来 他其实一直口口声声说的是反对这些有犯罪记录的 或者是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国边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实际上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是对新移民敞开大门 也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所有的人来都是移民的后代 可能是有的地方移民早一点 有的地方移民晚一点 但是新移民对美国这个国家贡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第一代移民 我们的第一代移民大部分的新移民 要不就是在原来的居住国已经创造了一定的财富 要不然就是受过很好的教育 我们现在不谈非法移民这一块 我们谈的是正规正常的这些移民 那这些移民要么就是带来了资金 给美国带来新的资金进来 或者说财产进来 因为他们是新移民 他们要落地 他们要生根 所以他们要买房子 他们要送子女去上学 他们要购买很多很多的安家的 这样所需要的一些物品 所以在美国的整个消费市场里面 新移民的消费是非常强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很多 或者说luxury的这些商品市场里面 我们会经常看到新移民的 主力金 对对 主力金 但实际上除了在这些高档商品以外 我刚才说房子包括投资产品 包括保险 包括其他的一些基金 甚至包括私立学校 都有看到新移民 那这一代新移民 给我们美国带来了很多的 可以说是收入 可是我们的第二代移民 我们更可以看到 因为新移民是非常注重第二代的教育 其实不仅仅是华人 其他主义在第二代里面 你们也可以看得到 很多是非常优秀的 第二代因为他们生在美国 长在美国 他们已经没有语言的障碍 而且他们的思维方式 已经是跟美国人非常的接近的 但他们同时又有他原来 原生家庭的这样一些文化 所以第二代移民 其实在美国是可以看到 是非常的优秀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硅谷 就是上后世 这些大的企业里面 不管是Google 或者是其他的eBay 甚至还有很多其他的公司里面 在高管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第二代的新移民 我刚才讲了 这些新移民不仅仅是华人 也包括其他主义 所以这些人 他们在美国 起着一个中间的力量 非常的优秀 因为他们受过教育 他们又非常的勤奋 然后他们又懂得 这个除了美国以外 其他国家的文化 所以这样就把这样一个国家 美国这样一个先进发达的国家 和其他主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对 是是您讲的这个非常的好 是 那其实我们每次谈到这个新移民 有关这个在做好自己 这个财务规划的时候 我知道之前您也是一直在强调 并不是说等到你人已经进入美国了 再开始想这件事情 实际上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是在移民之前就做好 是不是 是 在移民之前我们要做一些财务规划 因为比仅美国的税收制度 和你自己所在的国家的税收制度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如果我们是在中国呢 我们这个股票就是卖掉了之后 这个增加的收入 也就是说增值那一部分 在中国是没有这个增值税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去炒股票 因为我觉得太幸福了 因为这个在股票上面 你要是赚了钱 你不用交税的 只交一小部分 很少很少的硬化税 那当然我前一段时间 在跟一个朋友聊的时候 我说你们太幸福了 这个炒股票不用交税 美国是要交税的 如果股票在手上 后的时间低于12个月 我们是要交收入所的税 如果是超过12个月呢 我们是要交capital gain 就是资本利得税的 总而言之是要交税 可是也有朋友跟我说 那我们虽然是不交税 可是我们都没赚到钱 不管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在移民之前 我们刚才讲到 假设你手上是厚了很多的股票 而且这些股票又已经赚了很多钱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考虑 在移民之前 在登陆之前把它卖出去 因为这个时候你卖出去 你没有资本利得税 也没有收入所得税 在你原来的国家 可是如果等到你登陆之后 你变成美国人了之后 你再去卖这些股票 因为美国是属人主义的 它是全球磕税的 你如果是拿了绿卡 那全球你都要交税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卖股票呢 那你可能是 就不划算了 就不划算了 所以这是我讲的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可能有些资产 本来这些资产就不是在你自己名下 因为我们很多在原有的国家呢 可能他会有一些 就是做人头 hold住这些资产的 就是自己 其实这些资产可能不是你自己的 比如说是你的父母的 或者是 是你的子女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那你在移民之前 你一定要把这些资产 在这个进行重新的规划 回到这些 就是真正的这些资产的所有人 要处理好 要处理好 因为你到了美国之后 你再来说 这些资产不是我的 你已经没有办法说清了 再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碰到很多种 很多种情况 就是我们来到美国之后呢 我们在登陆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向 这个国税局IRS报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没有多少资产 我们可能就只有100万美金 或者200万美金 但是到了美国之后 他很快就买了一个 500万的房子 甚至我们还有个客人 买了一个1000万的房子 那这个时候 国税局就会来问你 那你这个钱 是从哪里来的 对 是 所以在登陆之前 移民之前 相应的一些税务规划 是要做好的 不仅仅是税务规划 那我们还有一些情况 是家里的这个规划 也要做好 常常呢 是移民了 但是我们还在 原来的国家赚钱 所以人还在经常的 飞来飞去 现在呢 其实跑卡 已经非常困难 因为在进入到 这个美国的时候 他一直会问你 你如果都长期 住在原来的国家 那你为什么 还需要这张利卡 是 所以这些规划 也是要做好 才可以的 其实是一个里面 所以这个 华人朋友 千万不要有 这个方面的一些物质 因为毕竟 这个美国 也是这个万税之国 千万不要觉得说 等到带进来了再说 是 非常感谢黄女士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段广告 广告过后 我们再来继续 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感谢回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老朋友 特许财务规划师 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刚才您是 大概帮我们介绍了 在移民之前一定要做好 处理好自己 在海外的一些资产 那么接下来 当我们这个人 已经踏入到美国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一些 相关的动作 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一直强调 新移民一定要做好 四件事情 当然有很多事情 我们只是把很多 诸多的事情提出来 因为移民实际上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我们想想搬个家 都非常麻烦 那这个家是把一个根都拔掉 然后彻底的搬到美国来 或者是把子女都移过来了 应该来说 大部分的移民 其实也是为了子女来的 所以你到了美国之后 首先你要解决 子女的上学的问题 你要解决 子女的上学的问题 你就要考虑 你到底要住在哪个地方 因为你要就近入学 所以我们很多新移民 在移民之后最头痛的地方 就是到底在哪个州安宁下来 是在加州 还是在纽约 还是去西雅图 还是去费城 总而言之 这个事情会很困扰他们 我们有一个建议 就是实际上 在移民之后 一定要考虑 你自己到底准备 住在哪个地方 子女要不要考虑 要考虑 可是我们华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跟着子女跑 子女去哪里了 她就到哪里 但是这些子女 其实是非常不喜欢 家长跟着的 但是我们华人这个习惯 我们还是要尊重 所以我们来到美国之后 首先要考虑的 就是房地产 也就是说要买房子 我们华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没有一个房子 就没有安全感 所以一定会买房子的 所以在购买房子 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咨询专业人士 而且有很多注意思想 就是学期 这是要注意的 那这一次呢 我们洛杉矶 这个大火烧了两个多星期 那烧掉九千多栋房子 所以你在购买房子的时候 也要看看 这个房子 是不是在brush arrow 那在伤火比较容易着火的地方 那你要考虑 第一保险买不到 或者是这个很少保险公司 提供这个保险在那个区域 或者是呢 这个就是发生问题比较大 这是在家中 那当然还有些时候呢 可能有龙卷风 或者是有洪水 所以你在购买房子的时候呢 你要考虑诸多的因素 当然美国的房子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买来住的 美国的房子是不适合这个炒房的 因为美国的房子的 这个就是maintenancy 这个cost非常高 维护成本 持有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在购买房子过程当中 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 这是我们第一点 第二点 美国的房地产 现在看起来还算是稳定的 我们新总统上来了之后 这个美国的房地产呢 一直都是处于比较 比较稳定这样的状况 但是高价位的房子 就是非常的豪宅 那目前呢是有些困难 可是刚需的房屋呢 现在还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这是我们移民之后 第一件事情 我们移民之后 第二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做好 各类的保险 医疗保险 现在呢 刚好是各个州 在开放的时候 医疗保险呢 在加州是开放到1月15号 在有些州呢 是只开放到12月15号就结束了 所以新移民来美国之后 医疗保险一定要做 虽然今年呢 这个并没有说 你不买保险要罚 倒没有罚 但是美国的医疗费用 是全世界几乎最贵的 所以医疗保险要做 汽车这个房屋保险 这是生活的必需品 所以也要做 最后呢 就是人寿保险 我们好不容易移民到这个国家 那来了之后 如果没有一个保障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可能这个移民 都是前功尽弃 或者是毁于一旦 所以人寿保险 也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 再加上美国的人寿保险 又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而且呢 种类又是最多的 再加上 美国的人寿保险的赔付 是没有收入所的税 也没有资本利的税 设计得当 也没有遗产税 如果从保单里面 提取一些钱出来 作为这个教育经费 或者是退休养老金呢 我们如果设计得当 也可能会避开很多的税 所以新移民 在做财务规划的时候 人寿保险 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是 您刚才提到这个人寿保险 包括到现在 可能很多新移民的朋友 一谈到这个人寿保险 这个脸色就变了 觉得好像这个人寿保险 听起来非常的不吉利 所谓的不吉利 觉得好像是为了 这个人过世之后所准备 但实际上现在在美国的这个人寿保险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样的一个范畴了 是不是 现在美国的人寿保险 第一它有这个现金价值积累的功能 第二呢 现在很多保险公司推出来的人寿保险 还有重大疾病 慢性疾病 或者说绝症 这样一些深浅福利都有的 那这些好处就是 因为我们是新移民 那来到美国之后 我们可能要为将来自己所有的 这个生活都要做一个准备 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叫养儿防老 这句话现在是行不通的 第一个我们养不了多少儿子 这个女儿也养不了几个 这个成本很高 第二个呢 现在的孩子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 在美国老人不是儿女的 老人是社会的 所以我们在将来 一定要给自己安排好 退休以后的生活 那人寿保险 特别是有这个多功能的 重大疾病 慢性疾病 绝症这样的 深浅福利的人寿保险 更是我们应该考虑 再接下来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来到美国之后 一定要做好税务规划 好 因为什么呢 我们来了之后 很多人说我们在美国没有收入 所以我们不需要报税 在美国来了之后 一定要建立一个完整的 这个诚实的报税的 这样一个系统 因为只有你在报税之后 美国很多福利 你才能够享受 比如说我们要申请 这个Sucy Security的 这个红南卡 也就是联邦的医疗保险 65岁 包括65岁以上 就65岁以上 包括65岁的人 只要你在美国有公民 或者是绿卡 5年以上的人 你都可以申请 这个Social Security 也就是联邦到 这个红南卡 就是住院的 和看医生的保险 但是因为你如果 在美国 没有报10年的税 也就是没有证满 这40个点 就是这个 我们叫做工作点 那你可能在申请 这个红南卡的时候 一部分的保费 就是这个住院的 这一部分 Part A这一部分的保费 你要自己出的 所以现在大概 是400多块钱一个月 可是你不知道 10年20年之后 这个部分的保费 到底是多少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一个月只要80多块钱 现在已经要400多块 那过10年 说不定要1000多块 对 所以一定要报税 报税我刚才讲了 要享受联邦的 医疗保险的时候 你要有10年的报税记录 你才能够不交这个保费 当然Part B部分 那是每一个人都要交的 那因为那部分的保费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还有就是这个退休金 那美国的这个Social Security 虽然说一直在说 入不敷出 可是我相信美国政府 这一块他会想办法解决到 那当然现在谣言是说 到2030年 这个Social Security 就bankruptcy了 但是目前绝大部分的美国人 是依靠Social Security benefit来生活的 那这一部分也是一样 你需要报税 而且要报税 报税10年以上 所以来到美国 建立这样一个 完整的报税系统 对新移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是 今天非常感谢 黄警士跟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同学呢 非常感谢 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通讯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